救命… 你怎麼回事? 不走…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多怕你丟下我,我不管 當然不會 鬆了 我剛才不斷鎖鎖鎖鎖幾個鐘 就鎖掉了 別說那麼多,幫他解決一條錢 我怕你把錢摸回頭 他們剛才說抓走你的時候 我多怕他們撕票 我現在看見你沒事,我才會安心 我交了五百萬贖金,當然沒事了 什麼聲音? 這麼臭的? 老鼠? 我剛才看見那隻貓,但是是老鼠 走… 老鼠? 老鼠? 走啊 走… 老公,這裡沒有老鼠 我們快點開啤酒吧 你住哪裡?我兜你 我不用兜,我自己搭小孩就行了 如果我明天報警,一定會找你的 保重,走吧 走吧… 再見 開車 出來吧 怎麼樣?賺了錢了吧? 分你的命嗎?我們被他騙了 那塊裝款只有二百五十萬而已 然後他裝假狗的 這件事真是有點古怪 老公被人綁架 老婆膽敢死下架 他剛才明明說給了五百萬贖款 那就是那個女人出估計 賺了二百五十萬? 這女兒也很厲害 難怪剛才那個女人不斷叫走 好,原來他怕爆煲,真的行賭 他身有糟糕,我明天埋他身 看看會不會拿回好處 你埋他身就容易吧 他老公經常都在你的茶凌 享受他,就埋他身 好,我就想想辦法,看怎麼擔心他身 這樣就靠你了 龍中,一定有事要靠你 什麼事?你有沒有幾個水? 我想看醫生 我還沒向那個女人接手 你再向我接手 好兄弟 你回來就好了,有沒有被人打傷? 沒事… 我把酒給你喝 肚子餓嗎?吃點東西吧 我不肚子餓 爸爸,我又不是有名字,又不是有錢 為什麼他要綁架我呢? 有沒有得罪人? 我沒有得罪人 綁匪除了我們家裡很多東西 我覺得… 爸爸,我們是不是應該報警? 不要報警了 不知道綁匪有什麼底細 我們在明,他們在暗 日光伯伯可以把你抓走 給了錢算了 如果報警,再害怕他們 真的什麼都阻礙了 是不是要跟老公說 剛才我只是交了一半熟金給綁匪 幫他省了二百五十萬? 老公,我剛才交了熟金的時候… 不得罪人,爸爸,我真的不得罪人 我知道,算了,搞了這麼久都累了 老公,剛才想說什麼? 還是不要讓皮特知道 沒有,我想問你們喝不喝咖啡 還是阿神? 你喝什麼咖啡? 老公,不如你先上去洗澡,好嗎? 老公,綁匪打給你的時候 不是說田英事的嗎? 沒有,既然平安回來 什麼都沒想到,先把錢給媽媽 是呀,送給你媽媽 來,老公田英,我幫你拘捕了 謝謝老公,謝謝老公 我好累 老公,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今天是被人綁票 媳婦拿熟金就救你回來 這麼大的事情你都不記得? 我老婆送我回來的嗎? 應該一點印象都沒有 你不要嚇我,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 不記得?我的腦袋片空白 不記得嗎? 那…家嫂交熟金,熟你回來說一件事 我忘了,現在好像… 現在好像喝醉酒第二招糊片似的 為什麼會這樣? Friya 不用叫了,她走了 走了?這麼晚跑去哪裡? 她走去哪裡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猜她應該不回來 我昨天沒有回來睡覺 你一定覺得我在這裡亂發小姐脾氣 但是你知道前天你正在上班的時候 家裡發生什麼事嗎? 前晚 我的結婚戒指鬆了 掉進了豆豆的房間 我才知道原來她臉上有個胎子 那我就想好心介紹一個醫生給她 誰知道她罵到一臉皮還推我出房 然後你爸爸上來,開口罵我 說我說話不經大腦 你知不知道當時我很傷心? 豆豆有胎子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全家人都知道 只是我不知道? 我嫁給你六年了,你們都沒當過我家人 你還是當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真的很傷心 我好不開心,我打算和你生下 誰知道你還煩我脾氣 你又不聽我的電話 你還沒不聽你的電話? 我已經不知道… 我做了什麼 幫你們洗衣服,煮飯,吃頭、吃尾 我是你工人,還是替你寄信 交電費、交水費 是你的主席? 你再不再知道 我已經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受到連結婚戒指都不適合 你天天見我,你都不認識 原來有些事情是不知不覺就會變了 你以前多麼充滿,多麼充滿 到後來,都會變成不再適合 不再穿緊 烙燈為烙燈,愛人為朋友 為何所有好事都終於結束? 阿夢,究竟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到盡頭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老婆,你說什麼盡頭? 我知道了 你當然是說阿根廷的烏斯維亞 那裡是在世界的最南邊 應該是你說的盡頭,對吧? 你想去嗎?我也想去 我陪你一起去,好嗎? 我知道你的名字叫Fria 因為你很喜歡自由,很喜歡去旅行 我答應你,你想去哪裡 我都可以陪你一起去 就算…就算要走到盡頭的話 但我都想堅持你們的心 我們倆一起走過去 我不是不跟著你,我相信 我…我是不懂得怎麼表達 我承認自己不是一個成績的老公 但我會改的 你給我一次機會 就像我改圖一樣,好不好? 好,一次不行,我改兩次 兩次不行,我改三次 改到你滿意為止 你別玩了,你回來了 拜託,回來了 我會再看你 診斷的結果出現了 證實你患的是暫時性全面失憶 有人叫24小時失憶 這個失憶發生在短時間內 不超過24小時 所以叫24小時失憶 如果超過24小時,那是另一種病症 什麼?醫生我不明白 這是腦裡的海馬蹄 是用來儲存短暫的記憶 如果海馬蹄出現了問題 資料寫不進去,也真的無法儲存 你就沒辦法記住一些東西 不過他沒有拍到長期記憶的部分 所以你做其他事是運作正常 為什麼會病發? 你當時是不是在做劇力運動 又或者有沒有突然搓傷了氣? 我被人打了一槌,肚子很痛 差點呼不出氣 應該是打到氣門 又發了這個病症 醫生,是不是就是從他搓傷了氣 一直到昨晚十點之間 那些東西忘記,就永遠都忘記了嗎? 是,他應該是永遠都不可能忘記了 有什麼可能一輩子都想不回 我不相信他 我上網查一下,不會輕輕輕的 海馬蹄 查什麼?人家是專科醫生 忘記就任由他 不行 老爸,那幾個小時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只想知道誰綁架我 我還有,為什麼我老婆都已經走了 我知道是很重要的 那幾個小時我都不記得五百萬 我都沒再想 就是了… 如果追了一番綁死的話 就有機會把錢還給你 現在最重要是你沒事 既然沒事,最重要是搞定你家公司 醫生說了,你不會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一定知道 誰知道? 你拿衣服來洗,留下的戒指在褲袋裡 你看這隻 扯,不做就不做 這麼黑暴,好人打你工 怎麼說我老婆的戒指在我身上 你不用搵我,我要的 死開一點,是不是嫌累我不夠? 你不要這麼兇,你知道我失憶的 Fear 你不要再傳東西給我 我不會再回來的